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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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收了1% 對他現有的人員都不會有影響 就限制的人都不會影響 那我們只計算公務人員跟約聘務人員 等於是沒有用的 我們收回1% 那即使收回1% 部會都還是有一些空間保留在他那邊可以使用 那屬於警察跟消防這一邊的一個人力 其實台灣絕大部分的警察跟消防 都是編在地方政府 那這一次的通商並不基於地方政府 它純粹是中央政府的員額通商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1%通商 其實不會影響到地方政府最基層的警察 跟消防所需要的員額 白色桑符的家屬一個個走上船 手拿招魂番 準備搭國軍的船出海 把被熊三誤射 喪命的黃泉長召回家 船底響起黃姓船長的後事持續進行 國軍的檢討卻像燙手山芋 連前三軍統帥馬英九都不回應 前立委林玉芳認為 國軍的問題出在沒有紀律 平時訓練就要嚴格要求按照步驟來 把平時當作戰時才能把出包率降到最低 軍事專家則認為 從2001年金石案到現在的永固案 兵力持續採檢 人力吃緊還要救災 反而可能造成訓練不金石 飛彈誤射案面對外界質疑 國防部官網7月2號發出11點QA 其中除了解釋本次誤射的熊3 並非演訓或測試飛彈 所以沒有自毀機制 誤射時也因為沒有設置發射鑰匙 才讓飛彈忠實一個人就能觸發 這一點和前海軍新疆艦長呂理師的說法 正好相悖 被外界視為打臉 呂理師也跳出來反擊 我已經退伍6年了 這6年之中從熊2到熊3 它的構型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改變 海軍甚至中科院從裡面又學到了什麼 我們怎麼會這一個這麼重要的武器 上面沒有一個最重要的人為阻斷的一個機制 從海軍虐狗案到飛彈誤射事件 近日國防部收拾殘局的速度 幾乎比不上出包 勢必得先落實蔡英文口中的全面檢討 才能平息外界此起彼落的批評聲浪 UdinTV 武成翰 陳亞瑜 台北報導 這種事情根本不應該發生 我向國人紅包承諾 政府會用最負責的態度 來處理後續的相關事宜 再度對家屬至上哀悼之意 總統蔡英文出訪回國第一時間召開記者會 也隨即回府召開緊急會議 才是全面檢討 在這部隊裡面對於這些不管在管理上 那或者是不管在這些相關作業準則上的這些落實 可能不夠 所以他昨天其實也特別指示國防部長 跟海軍司令 要就這個部分做一個比較深刻的檢討 府方發布新聞稿表示海軍艦隊管理 人員紀律教育訓練由海軍司令負完全責任 立即完成整頓 總統要求在最短時間內看到成果 這次意外相當嚴重 代表部隊內部安全管制發生重大問題 要求國防部長負起全責 兩個月內提出國軍精準武器管控的具體改善方案 也意味海軍司令或部長暫時不會去職 雖然飛彈沒有越過海峽中線 但外界憂心引起兩岸關係緊張 AIT前處長包道閣就認為 陸委會應該向國台辦解釋說明 表達遺憾或歉意 就這些區域國家在這次事件上面 向他們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那同時也再次宣示 我們在台灣對於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這樣決心不變 府方定調維持不卑不亢的姿態 承諾物赦事件一定徹查 但兩岸熱線暫時冷凍當中 恐怕求見無門 國防兩岸加成影響 蔡政府考驗不斷 郵電TV 武成翰 陳亞瑜 台北報導 今年第一號颱風尼波特 今天早上八點在菲律賓東方海面行程 預計向巴士海峽東側 以及台灣東南部海面移動 有持續增強的趨勢 氣象局表示 尼波特颱風是18年來 首台最晚深沉的紀錄 如果速度方向沒有太大變化 預計7日左右最接近台灣附近在北轉 但究竟會登陸還是只從外海掃過 氣象局表示目前路徑的變數還很大 會密切觀察北方太平洋高壓的強弱 再來觀測颱風路徑 因為如果太平洋高壓提早減落 颱風將會更早北轉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週四 每天都是關鍵期 氣象局也會密切注意颱風的路徑走向 那就這樣的路徑來看 影響主要是在東半部地區 不過在如果到時候颱風的中心位置 很靠近台灣的時候 影響就不只台灣地區 台灣都有可能受到它的風跟雨的影響 動力跟熱力上的海洋的條件 跟大氣環境場 對它來說都還是有機會在持續發展 不過是不是到台灣的時候 有機會增強到中台或強台 就是後續要再觀察 不停噴灑水柱大小朋友 烈日下泡在水裡面消暑 台北市自來水園區 細水池人多到像下水餃 而且今年人潮比往年出現得更早 過去在7月才會在票口管制人數 但今年實在熱得早 從6月中開始消暑細水的人潮 就多到要啟動管制 就是很悶熱啊 即使下了雨好像也沒有太大的改善 感覺沒有春天跟秋天吧 比如說以前的35度 不會覺得那麼熱 現在的35度是很悶熱 在6月份35度以上達到21天 也是比去年的19天還要更多 也是歷年來最多天的日數 所謂的高溫日就是指溫度來到35度以上 而在台北市6月的高溫日的天數 竟然來到21天 立刻打破2015年才剛創下的19天的紀錄 連日高溫天氣風險公司總監 甲信心分析酷暑提早報導 與太平洋高壓勢力較往年提早增強有關 最主要是跟這個聲音的減弱 以及今年的反聲音出現 還有印度洋的海水溫度偏暖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不只高溫日天數創紀錄 連續天數6月也來到16天來到歷史第二 僅僅低於2002年8月19天的紀錄 然而不只外帶氣候影響 台北履暢高溫新紀錄 也跟盆地地形 以及都市特有的樂島效應 脫不了關係 這幾個原因是造成我們今年 為什麼6月份就開始 連續高溫的天數出現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高溫威力無法擋 即便是煤雨季都無法撼動 氣象局統計 今年5月溫度27.2 是史上最熱的5月 6月29.89度也只比2015年略低 而5 6月的均溫加起來是28.05度 打破了2015年的27.97 成為史上最熱的梅雨季 但是呢其實我們感受到這個溫度的一個紀錄 似乎比較沒有那麼破紀錄 最主要其實是跟 就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有下這個午後雷震雨 它整個溫度呢 就有這個降溫的一個效應出現 是不是反聲音影響 專家說還得累積更多數據再觀察 氣象局者表示 往年七八月都還會更熱 不管氣溫會不會再創新高 今年高溫熱讓的印象 都已經升值在民眾心裡 U電TV綜合報導 華航辦公兩天 三天這樣的結構 如果電是停電一秒鐘 它的衝擊就比那大很多了 經濟部長李世光語重心長 強調停電所造成的影響難以想像 但實在是今年夏季太高溫 用電量大增 台電統計六月被轉容量率 大多低於10%的供電吃景區 其中還有數天落在6%以下的 供電警戒區 而光是6月23號一日 被轉容量率更只有3.03% 包括了台電最新版的 長期電源開發方案 甚至預警2022到2025年 這四年間將有限電危機 全年備用容量率都低於6%到7% 尤其2023年備用容量率 低到只有3%左右 是十年中限電危機最高的一年 每天晚上睡覺才開 因為冷氣開的時段設定比較長 都設定超過八個小時 電價部分就不考慮了 應該就是那麼貴了 每天晚上睡覺 大概開三到四個鐘頭 去年啊 反正我覺得越來越熱吧 對啊 那電價的部分 我們覺得比較沒有什麼感 太大的感覺 因為我們開冷氣都很固定的時段 晚上幾乎每天開 省電啊 就開冷氣加電風扇 在意有用嗎 垂電危機看似一觸即發 企業大佬像是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日前也表示無奈 而強調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郭董以日本夏浦太陽能為例 指出夏浦太陽能在日本屋頂的使用率 是日本第一值得學習 夏浦太陽能在日本屋頂 現在是全日本第一 我們現在到印度去 我們要到美國去 我們也準備到台灣 但如果告訴各位 太陽能發電 用很多的優點 我們也絕對會把它計數 它轉換效率越來越高 但是我們要告訴各位 晚上沒有太陽能 沒有太陽能的時候 現在儲能系統還沒有 事實上 國內重視綠電發展的企業 還有台積電 繼去年向政府申購一億度綠電後 今年再認購兩億度的綠電 佔經濟部能源局全體綠電 認購釋出量的百分之二十 殘連綠電網寶座 緊接再後的企業 還有半導體封測大廠日月光 今年買了三百五十萬度 第三名是食品大廠一美食品 買了兩百七十五萬度 還有萬海航運 工研院等 也投入經費購買綠電 當然民眾也必須在生活中 養成節能節電的習慣 供體時間 才能化解台灣的缺電危機 郵電TV的私密李嘉宏 綜合報導 天天飄高溫一出冷氣房 馬上汗如雨下 綿搭搭的感覺 皮膚也跟著出狀況 動動應該會比較常會有 因為比較熱比較油 戴口罩可以防紫外線之外 然後也可以防空氣的髒污 跟一些沙子之類的 遇上高溫容易出油 曖昧的女性特別困擾 光近期的門診 濕疹青春痘的病患就多了三成 流過度你又沒有好好處理的時候 就可能會造成一些汗疹 也就是濕疹的變化 或者來說的話 堆積在裡面的部分 就有可能產生所謂的汗斑 或者一些像沒進行的毛蕩鹽 再嚴重再嚴重 因為會抓迫皮 有些惡度的感染 讓這段感染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用免了各種止汗劑 情況都不見改善 天熱流汗 最讓人尷尬的還有狐臭 不僅飄出濃濃的異味 嚴重的話影響社交 狐臭的人真的是比較可憐 是因為它的大汗線太過於發達 大汗線不負責流汗 它會出現一種 比較特殊的一種味道 醫師解釋狐臭是體質造成 千萬別亂用偏方治療 診間最常用的是旋轉刮刀手術 施打局部的麻醉 所以就像抽脂一樣 邊抽邊刮掉大汗線 要注意的是做完手術後一週內 減少手部抬高等大動作 不過對一般民眾來說 平常就要做好防範 有流汗的時候你要盡量擦乾 如果你覺得黏黏的時候 如果你最簡單的方式 可能使用一些濕紙巾 更好的方式 其實是準備一條手帕 或是毛巾的部分 天熱選擇輕薄透氣的衣服 保持肌膚的乾燥 透透氣就能夠減少皮膚病上升 美國民主黨準總統候選人 希拉蕊的競選團隊發言人2號 表示希拉蕊於當天上午 已主動就延燒一年多的電郵門事件 接受FBI約談 顯示希拉蕊並非遭到FBI傳訊 而是處於自願 約談地點就位於FBI的華府總部 希拉蕊在擔任國務卿時期 因使用私人信箱處理公事 遭到FBI調查 成為希拉蕊總統之路的一大弱點 2號FBI的約訪 可能代表這起事件 已接近調查尾聲 而且在幾個禮拜後 就會公布調查結果 但希拉蕊近來備受攻擊的 除了私人電郵事件 還有她的丈夫柯林頓 本週在鳳凰城機場 巧遇司法部長林奇的事件 而且時間點 就在本週希拉蕊參加約談之前 引發一系列的政治風暴 面對外界攻擊 司法部長林奇一號接受訪問時 坦承那次私下會面不利於調查 但強調自己不會干涉調查結果 對希拉蕊而言 延燒多時的電郵門案 迎來不起訴的判決 對總統選戰勢必能走得更加順暢 但也有專家分析 就算結果為不起訴 希拉蕊的電郵門事件 也已經讓選民對他的專業能力產生質疑 UDN TV 李永平編譯 經過13個小時對峙 孟加拉的突擊隊攻入了 遭到武裝分子佔據的餐廳 疾避6名休閒 同時逮捕1人解救13名人質 但他們隨後發現餐廳內共有20人遇害 大多是外籍遊客 包括9名義大利人 7名日本人 3名孟加拉人和1名印度人 其名遇害的日本人都是日本企業員工 因為公司參加了日本的國際援助計劃 才會前往孟加拉 這次的殘酷的電影 任何人都沒有任何人 生命 我認為是強烈的 我們和國際社會 共有的不一樣的負責 責任何人都沒有任何人 的負責任何人 消息指出武裝分子 要求餐廳內的人質 背誦可蘭經 以區別宗教信仰和國籍 只要被捕出來 就會遭到虐待與殺害 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 已經發出聲明坦承犯案 他們說會攻擊這家餐廳 是因為常有外籍人士光顧 而恐攻監控團體 根據IS釋出的照片與假名判斷 兇手都是孟迦拉當地人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有些穆斯蘭人 都在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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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案發地點附近 有外交使節住所 受到警方重重戒備保護 官方還要追查IS恐怖分子 是如何夹帶武器 但要混進安全警戒區 然而 孟迦拉最近多次爆發 世俗派遭到 伊斯蘭激禁分子襲擊的事件 被控越來越集權的孟國政府 始終否認IS涉案 或是在國內神根壯大 還指控反對黨煽動暴力 試圖引發政局不穩 分析師認為孟迦拉的政治對立 如果越來越尖銳 將會讓激進分子 更有機會犯案 有點TV 就成功便宜 英國首都倫敦的街頭2號 湧現大批支持英國流歐的民眾 估計約有3萬多人 參與遊行現場氣氛十分平和 執政的保守黨正因為首相卡麥隆 選不下台而忙著選黨魁 最大在野黨工黨 則是因為黨魁可兵威信禁師顯入內訌 整個英國政壇頓時就像是沒了大人 因此知名音樂人格爾多夫就呼籲 力挺流歐的年輕學子要站出來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這則是藉著主持蘇格蘭議會 凱伊的場合 呼籲政界領袖冷靜與慎重 我們全都活著 在一個更加困難的世界中 在發展和發展中 在發展中和發展中 從而綠色的速度 而維持著能力 保持靜和積極的力量 在其中能力 在發展中和發展中 由於英國處於高度的不確定性 儘快選出新首相 確定接下來的施政方向 就成為當務之極 脫歐派建將司法大臣戈蘇 最後關頭從背後 捅了倫敦前市長強森一刀 自行宣布參選 強森的支持者因此大怒 分別倒向了同屬脫歐陣營的 國會議員李德森 以及支持劉歐 但聲望很高的內政大臣梅伊 賭盤目前看好 保守黨黨魁之爭 最後會是梅伊與李德森 兩位女將的對決 有点TV就是楊編一 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 市場擔憂 歐洲經濟成長可能因此趨緩 進而帶動國際油價走跌 國內油價也只升回落 中油宣布4號凌晨0點開始 調降各式氣柴油價格 每公升各0.2元 調整後的零售價格 分別是925000汽油 每公升23.4元 955000汽油 每公升24.9元 985000汽油 每公升26.9元 超級柴油 每公升20.9元 台速石化 則是從4號凌晨1點起 調降油價兩角 調降後的零售價格 925000汽油 每公升23.3元 955000汽油 每公升24.8元 985000汽油 每公升27.1元 超級柴油 每公升20.6元 北韓29號召開最高人民會議 會中一致通過 推舉金正恩為國務委員會委員長 這個新職位 仍然代表金正恩 是國內最高領袖 我們共和國的最高領袖 主義人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國務委員會議員長 為了超級主題 的同時 是金正恩同志 最低的勇於 和最嚴重的祝禱 但对官员相当严苛的金正恩 却被抓包在开会打瞌睡 画面上可以看到金正恩看着文件 眼睛却慢慢闭上 大概静止了五秒时间 镜头才赶快切到其他画面 由于去年四月 金正恩才以会议打瞌睡为由 处决人民武力部长玄泳哲 让网友热烈讨论 金正恩只允许自己打瞌睡的双重标准 年仅33岁的金正恩 自从2010年 接下北韩劳动党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后 权位仅次于父亲金正日 确立了继承政权的第一步 父亲金正日过世后 陆续接下多个头衔响亮的职位 包括劳动党总书记 军队指挥官和国务委员长 确立了金正恩握有党政军的实权 成为北韩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 UdnTV 李永平编一 一张黑白照片 肃进二次大战 纳粹集中营的血泪力士 而红色方框内的瘦弱男子 正是二号病逝的诺贝尔得主魏瑟尔 Eli Vizel The World War II Death Camp Survivor who won a Nobel Peace Prize as an advocate for Holocaust victims has died at the age of 87 魏瑟尔出生于罗马尼亚 15岁时和家人一同被关进集中营 随后父母相继去世 而魏瑟尔则被美军救了出来 他后来成为一名记者兼作家 也出版了讲述集中营经历的自传 魏瑟尔后半辈子 都在为世界各地的不公不义奋斗 而他也在1986年 获班诺贝尔和平奖 成为全球反大屠杀的代言人 并且于2009年在美国总统欧巴马 及德国总理梅克尔的陪同下 回到过去带过的集中营 悼念已是亲人 纳粹大屠杀已经走过超过70年 许多幸存者也逐渐凋零 但是历史的教训人就持续提醒着世人 不要重蹈覆彻 让大屠杀悲剧再度重演 温布顿锦标赛第三轮再度爆冷门 寻求三连霸的世界球王乔克维奇 对战世界排名41的美国籍选手 奎瑞 第一盘双方战成6比6抢棋局面 奎瑞强劲地发球 让球王陷入苦战 失掉第一盘 而在第二盘 奎瑞更是主宰战场 靠着一记外角S球成功再下一盘 16比1大比分差将球王逼到退无可退的局势 不过稍后中央球场下起大雨 让比赛不得不延到隔天巨星 休息一夜后 乔克维奇在第三盘一开赛就先保住发球局 但随后又碰上雨神搅乱 让比赛再度中断两个多小时 不过球王最后还是以6比3扳回一城 关键第四盘双方一路拉锯 战成6比6平手后进入抢棋决胜局 面对压力 球王最后一球回拍出戒正式宣告未免梦碎 也终止他在大满贯赛的30连胜记录 赛后数据统计 奎瑞一共发出31G S球 乔克维奇只有7G 但奎瑞的非受破心失误也高达52颗 不过球王赛后仍是称赞对手打得好 这次实力是乔克维奇自2009年以来大满贯最差成绩 不过奎瑞也得减少失误发生才能继续挺进 UDN TV 球员变异